为了能够了解台湾的教育环境 马来西亚朝委会在日前来到成功工商进行参访 透过交换生实际的分享与老师的现场教学 来体验到台湾和马来西亚学习上的差异 未来也创造更多学生交流的机会 远道而来的马来西亚老师们正在仔细聆听台上讲师的简报 以及参观上课的情况了解台湾的教育环境 也实地地体验了课程内容 让马来西亚的老师收获满满 明年桥委会合格本校两个班 一个是餐饮科一个是电子商务科 也希望这些师长们带回去之后 广为宣传这个学校 还在对桥生这个部分还是尽到最大力量 一般上书过来我每次去拜访他们 他们都是感到很快乐地学习 我相信在每个学校这些学生都非常优秀 所以我很感激这个参加士这个课程 推到我们马来西亚这个 给这个学生一个机会继续升学 这次马来西亚的参访 台湾老师也将活泼的桌游带入数学的课程 也是让师长在体验里玩得不亦乐乎 他们也将台湾的教育经验带回去做教学参考 也希望可以让更多马来西亚的学生了解到台湾的教育环境 也期待可以吸引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 台湾的教育环境逐渐从传统的教育改变为活泼的体验式教育 那因为乔生班的他们的华语能力有些没有那么的强 所以呢我们在教学的时候就尽量能够多用一些方法 例如像桌游啦或者是一些网路上的一些游戏 然后教他们一些逻辑推理也好 还有专注力 然后透过桌游的方式寓教娱乐 台湾的教育环境逐渐从传统的教育改变为活泼的体验式教育 这种教育方式也可以让同学更加深印象 更可以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 在一个地球村的时代下 透过交流参访也可以让学生增广见闻 桃园有线新闻范洋服采访报道